- 今天比賽有沒有信心? - 今天比賽有沒有信心? - 今天比賽有沒有信心? - 我是對大家有信心啦 - 因為我是第一次來的 - 然後我才剛拿到我的球衣 - 剛卡入這個球場 - 也是第一次到我後台 - 所以很興奮 - 我今天是啦啦隊兼球童的一個概念 - 之後我希望可以好好練球 - 我會絕對小力這樣 - 未來會怎樣誰感報真的 - 此時此刻怎麼期待 - 好像不是真的 - 真的以為情歌還不懂是騙人的 - 真的忘了變成啞巴有多久了 - 你也不捨 - 捨不得 -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- 我怕太吵現實的快樂 - 只是你借給我的 - 緊緊抱著 - 擁抱著 - 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- 我的琳瑯二十一功課 - 因為你而完成了 - 完美了 - 完美了 - 完美了 - 掌聲鼓勵 - 小鬼 - 今天閃亮之星 - 沒有缺席 - 我們總教練 - 張泰山給泰山教練 - 掌聲鼓勵一下 - 我們的隊長 - 我們的隊長 - 永遠的洪隊長洪杜拉斯 - 還有我們的燈輝 - 其實 - 在那一次的相聚之後 - 我們會永遠把83號留給他 - 是 - 大家好,我是洪杜拉斯 - 大家好,我是洪杜拉斯 - 因為 - 我跟洪生呢 - 小鬼我們拍了兩次的戲 - 第一次是拍PT-MIT的時候 - 那時候鬼鬼也是在正中 - 那麼另外一次呢 - 那麼另外一次呢 - 其實就在大概三個月以前 - 我跟他拍了一個父子的戲 - 我戲演到說 - 只要你人回來就好 - 小鬼哭得好慘 -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哭得那麼慘 - 後來我才發現 - 原來他把爸爸的刺青 - 吃在身上 - 所以他跟爸爸之間有一個一定的感情 - 所以 - 其實我真的蠻遺憾的 - 我除了愛打棒球之外 - 我跟憲哥一樣 - 我沒喜歡打高爾夫球 - 我聽說他是很厲害的高手 - 可是我沒有機會跟他切磋 - 對,他說 - 為了要跟我去打球 - 然後拼命去練球 - 後來 - 後來我才從那個黃爸爸的那邊知道 - 其實他可以打78桿 - 他是職業 - 聽說是培訓的職業 - 他運氣真 - 正好,要不然我就修理他 - 是的 - 因為你有一竿聽說不出來 - 所以我們 - 人生總是有一點遺憾 - 不過 - 83號 - 83號是他的球衣 - 今後我們閃亮十星幫球隊 - 無論在哪一個場地 - 我們在做任何的公益活動 - 我們的位置 - 一定會把83號球衣給擺上去 - 希望他能夠保佑我們 - 不管在任何的比賽當中 - 讓我們都能夠為了公益 - 打出了好成績 - 是,因為原來我們送給他那一件 - 是我們主場的白色 - 是 - 他當那天看到我們穿這件黃 - 他說他很想有一件 - 是 - 所以我們欠他那件 - 今天要送給他 - 哦,沒有錯,沒錯 - 他特別喜歡黃色 - 對 - 因為他一直是黑隊的隊長 - 對 - 沒有,他很想要當黃隊的隊長 - 好來 - 後來把球衣 - 球衣 - 我們請 - 憲哥來幫我們 - 好,接受一下 - 接受一下 - 來,我們教練我們一起 - 留個照片給他 - 來,我們來服教 - 來,我們來服教 - 那我們大家拿著跟這個 - 那我們大家拿著跟這個 - 洪生的這個制服拍張照好了 - 好不好 - 耶 - 謝謝大家,謝謝 - OK,可以 - 好的,謝謝 - 教練有什麼話想說嗎 - 有沒有 - 有沒有 - 教練 - 也還蠻公尾的 - 他們棒球員都比較客套 - 不過心裡面的這個感動 - 可以講一下吧 - 沒關係 - 鐙輝 - 鐙輝說他剛在下面 - 他說他從來 - 不會唱任何小鬼的一首歌 - 從他走的那一天 - 他把他每一首歌都練會了 - 真的 - 我就一直聽啊 - 我現在每一首都會 - 是啊 - 然後我永遠記得 - 每一首啊 - 每一首啊 - 今天沒有要唱吧 - 好險 - 我永遠記得在玩很大 - 然後我們在韓國 - 韓國那一首 - 然後我們住在很高的地方 - 晚上收工的時候 - 然後我們在喝酒聊天 - 然後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- 我覺得很習慣 - 他就跟我說 - 等會我好像看到一個畫面就是 - 我看到你 - 我那時候還沒錄我一集中講 - 沒有得講 - 他跟我說 - 你很努力 - 我看到你在台上 - 你感謝這所有的人 - 但是你忘記感謝你自己 - 各年我就得獎 - 各年我就得獎 - 韓國 - 對對對 - 然後我覺得 - 認識他不用求 - 他把每一個人都 - 他把每一個人都當自己家人一樣 - 只要你認識他 - 他永遠會把最溫暖的影片給你 - 但是我跟他 - 我告訴他 - 我不會再哭了 - 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一起好好的 - 然後把他的正能量 - 傳遞下去傳承下去 - 讓全世界都記得有一種溫暖 - 你叫小鬼 - 謝謝 - 謝謝 - 再次要謝謝我們閃亮之心 - 棒球隊的好朋友 - 謝謝